以下这个发明将会拯救到很多人的生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PowPow 又到了网络补血站的时间了 自然灾害的威力是难以想象的 一次海啸就足以奪走成千上万人的生命 一位英国籍的太空工程师 在目睹了2011年的日本海啸之后 决定采取行动 研发了一项救人一命的新技术 就是大家眼前见到的逃生胶囊了 这个逃生胶囊就像一粒波那样 当发生地震、海啸或台风大雨侵袭的时候 无法逃生的话就可以躲在里面 逃生胶囊的爱壳 由三层的铝合金材料制成 非常坚固 可以承受强力的撞击 而且这种合金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可以抵受到高温 再加上它在逃生胶囊的最外面 查了一层特殊的颜料 鲜艳的橙色不单只可以增加 不少救人员找到胶囊的机会 而且颜料本身都可以作为内高温的保护膜 因此研发人员表示 胶囊的爱壳内高温级别 已经达到太空船的程度 另外逃生胶囊 还有一个特殊装置 令它可以保持相对一样的水深和水平 不会亂翻滚 胶囊内部还设有可以吸收震动 并且防撞的座椅 保证遇险的人都可以坐得舒舒服服 充足的电力 为乘搭胶囊的人提供照明 和手机充电 那就不怕用不到手机求救了 除此以外 还有气密的仓门 通风口 卫星定位系统 和绝对不少得的水和食物 足够15天使用 Papao在之前研究自然灾害当时 知道了一件事 就是死于海啸或河水泛滥的人 多数都是老人家或行动不便的人 是因为他们不方便逃生 所以如果这个发明将来 在灾害频繁的国家普及了 就绝对可以拯救这群人的生命 将灾害的伤亡减到最低了 今集就说到这里 下一集会继续带给大家更多精彩的内容 希望大家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和给个like